书接前文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这大将军福康安海兰查 就平定了库尔卡之乱 前龙57年的8月8日 那年按功力算呢 应该是1792年 这库尔卡军请求投降 8月19日 这福康安呢就决定 纳降就准了这库尔卡人的投降请求 于是这场战役算结束 这清军呢是大获全胜 库尔卡人不但吐出了 抢走的赃物 并且表示呢要赔偿 这福康安大比一回 赔偿就算了 你们呢派使臣到北京城 和皇上把这事解释清楚了 这才有了后来这库尔卡 也就是尼泊尔啊 是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真正就并入了大清朝的朝贡体系 那个藏奸夏马巴活佛 必须要给我交出来 这个尼泊尔一方说呀 您要晚了 这人啊自杀了 畏罪而死 这福康安听闻之后也只好作罢 有的主播呀 经常把这个夏马巴活佛念错了 您是念夏马巴也行 念这个沙马尔巴也行 这不愿您 这都是历代呀翻译出来不同的音音而已 这夏马巴呀 是人家这个活佛的尊号 是这个噶马噶举派呀 红帽系法王 名字叫做雀诸加措 只要意思对呀 您念哪版的音音都一样 可是呢 我听见有的主播呀 称呼他为噶马巴 这就错了 因为这噶马巴呀 是另外一位活佛的封号 是噶马噶举派 黑帽系法王的封号 咱们多说一句呀 书归正文 福康安来到拉萨呀 住宅了一个月 这达赖喇嘛一看 那表现的机会来了 于是拿出了钱来购买牛羊牲畜啊 大举的劳军 这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 以及前县的福康安 都觉着闹出这么些乱子呀 这活佛转世系统有问题 那么说现在这活佛转世 是什么个流程呢 哎 问补 感应这喇嘛教啊 他有大心 灵媒呢 开始降神仪式 然后就开始问补 除了这个大喇嘛念经以外 每一部都得听灵媒的 不过呀这灵媒呀 是听神的 这问题一下就来了 这灵媒到底是听神的 还是听人的呀 不确定 在藏户人这个心里呀 灵媒老厉害了 为什么 他在这个做法仪式之前呢 他得有一番表演 什么用刀啊 扎舌头啊 用这个刀尖捅肚子呀 吞宝剑呢 钢针穿刺子啊 等等等等 这乾隆皇帝一听 这你这些手艺 不用找灵媒呀 从北京出来往南 不到六百里地 有一地儿叫吴桥 那儿的人呢 练起你说的这些靶子来呀 那比你们可漂亮多了 这乾隆皇帝 受益富康安 让他呀 把这些灵媒都聚集起来 先要戳破他们的靶系 错了他们的锐气 哎 要说这武将办事啊 他还就不会闻着来 没过几天 把各寺当中的这个 将神灵媒 就全聚集到了 拉萨的大招四 让他们呀 在这个天井狼眼底下呀 一拉六的战旗 这帮子护法 还以为让他们一块来搞将神会呢 这事已说明白了 这帮子灵媒吓坏了 他们都怕呀 追究他们 将神不灵 欺骗大众 欺骗朝天的罪名 这福康安说呀 哎 你们先别哆嗦 咱们不追究这事 我呀 试验试验 你们这个将神术灵不灵 你们呀 先请大神 护住你们的法体 我呀 把我军中 几位巴特鲁找来 拿着牛耳尖刀就捅 捅死了 算你们将神不灵 捅不死 我就承认 你们这个将神呢 绝对是有效果的 以后啊 这活佛转世也好 大事小情也罢 还是由你们来将神跳神 这帮灵没一听啊 这回可都不是腿肚子哆嗦了 秃腾腾啊 都跪倒在当院 纷纷表示啊 我们这个活啊 行灵行不灵 哎 大将军别事了 我们服了 以后啊 我们广负责将神 不负责拿主意了 就这样的 福康安在拉萨呀 一住就十四个月 起草了一份十六条的 藏内善后章城 就是来约束这些喇嘛 约束这些活佛 回京之后 和乾隆皇帝商议以后啊 又修修改改 增补到二十九条 这才有了后来的 清定藏内善后章城 加了清定了 就是皇上的意思了 就在乾隆五十七年 乾隆皇帝在紫禁城当中 洋洋洒洒就写了这篇喇嘛书 这篇喇嘛书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啊 这是乾隆皇帝 针对喇嘛教政策的 一篇政策戏作 要不说今天的游客呀 都很幸运的 您不用颠颠颠的 跑到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 去查资料 就在雍和宫 您就能看到这篇喇嘛书 并且啊 是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对喽 乾隆皇帝啊 把它刻在了一块四体碑上 就安放在雍和宫 后边一路的正中央 这碑亭就在古铜顶炉的后边 哎建筑格式呢 是四脚船肩 您别看是四脚船肩顶啊 一看这建筑格式就够高 怎么呢 它是虫颜 这威夷性很强 顶子呀 那一水的黄琉琉瓦 上颜为虫王五彩斗拱 下颜为单窍单举 五彩刘金斗拱 这额坊上啊 是满的和习彩画 是中国彩画的最高标准 四四方方的喇嘛说碑呀 就在亭子里边 提起这喇嘛说碑呀 是小名 谁都知道这块碑 就在雍和宫的院里 可是这碑呀 它有个大名 您可能就不知道了 它叫四体两桶碑 这个碑呀 和其他的碑格式不太一样 四面 每面都是一样宽 分别呀 用满猛 藏汉四种文字 坎坷了 喇嘛说一文 这满文呢 在正面上 那惹定吗 这皇上是满人 汉文在背面 也就是最北面 蒙文在西 是藏文在东 那什么叫两桶呢 这两桶啊 细节而起来麻烦了 这大概意思呢 就是皇上书单一回 算一桶 再审查一遍 又算一桶 所以叫两桶 足以能体现出啊 这桶碑 在乾隆皇帝心里的重要性 这喇嘛说一文当中 所提及的喇嘛 可不是僧人的意思 应该是喇嘛教的意思 所以说很多听伙们批评我 说称呼人家藏传佛教为喇嘛教 是不对的 我不爱听 因为从小啊 我姥姥就说 别上雍和宫去 那儿啊 不是小孩该去的 供的佛像啊 这喇嘛教隔室 这老人的意思 我懂 大个奇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喇嘛教啊 供欢喜佛 小孩看了呀 哎 害眼 可是那现在呢 随便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雍和宫里边的欢喜佛呀 都穿着佛衣呢 无论是小姑娘 小小子啊 都能看 这喇嘛说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呢 就是说呀 这大清国 为什么要保护喇嘛教 哎 在文章当中 乾隆皇帝称喇嘛教 为皇教 实际上我们知道啊 这皇教无非只是藏传佛教当中的一支 皇教啊 是格鲁派 还有呢 就是这个白教 白教啊 是嘎举派 再加上这花教萨迦派和红教宁马派 那些教也是喇嘛教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只说喇嘛教是皇教呢 因为自这会儿开始 这皇教啊 就已经是喇嘛教的主导地位了 我觉得皇儿老爷子呀 他不是不懂 是着重说明的意思 这乾隆皇帝 在喇嘛说当中 开篇就交代了 这佛法始于天竺 东流至西藩 其藩僧相传为喇嘛 后边紧接着又说呀 这喇嘛这两个字啊 在汉书里你是找不到的 说在这个西藩语 也就是一个藏语里边啊 说这个喇呢 是什么意思 是上的意思 妈呢 是无的意思 所以说呀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是无上的意思 然后这乾隆皇帝又说了 这喇嘛呀 又称皇教 从这您就听出来了吧 这乾隆皇帝 在这篇文章当中 并未把喇嘛 指作喇嘛僧 指作僧人 指的就是喇嘛教 始于原 言之明 风国师 帝师者皆有之 这皇上说呀 自从元朝 八四八创教开始 那有人说的 这个喇嘛教 是八四八创建的吗 不是 但是到了八四八时期呀 把这个喇嘛教 相应的就规范化了 哎 从元朝到明朝 历代高僧啊 都受了黄蜂 什么大成法王啊 大慈法王啊 大宝法王啊 可是到我们这儿啊 没封过 到了清朝之后 我们只封过一个张家活佛 有清一代 只有这么一位灌顶国师 其达赖喇嘛班臣 俄德尼之号 不过是言原名之旧 唤其席赤尔 本朝保护喇嘛教啊 并不像元朝一样 元朝对待喇嘛教啊 已然有谄媚的意思了 封这个喇嘛教啊 这为国师 出了很多弊端 什么殴打大臣呢 因为征禄和这个王妃 起了冲突啊 谁要是对喇嘛不敬啊 用手触碰喇嘛就剁手 与喇嘛对势啊 没有恭敬之情 那就得蜿蜒 然后乾隆皇帝点题了 我们不一样 本朝啊 兴皇教是以安重蒙古 所系非小故不得不保护之 那乾隆皇帝 这话说给谁听呢 说给所有的喇嘛听的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你 姓你们的皇教呢 这前面一句话就交代清楚了 蒙古各部一新规之 说这蒙古各部啊 都信喇嘛教 现在呢 满猛一家 为了安抚蒙古 我才保护喇嘛教的 这也是啊 跟中汉人说 我如此的偏爱喇嘛教的原因 可是这乾隆皇帝 还得重申一遍 说我们呀 并不像元朝皇帝一样 谄媚翻僧 所以这灌顶国士 只策封张家活佛 这么一位 那非得这么做吗 哎 非得这么做 所系非小 故不得不保护之 如果呀 满猛关系破裂呀 这大清国呀 就有亡国的危险 所以这件事情 所系非小 那这基本上就是上半段的意思 那下半段是什么意思 这下半段 皇上可该 骂街了 皇上直接就指出啊 这个喇嘛教里活佛 转世最大的弊端 他说这 世风日下 所生之 忽被列寒 率出一族 与世袭绝路和也 于以为大不然 这就是啊 咱们这些天 一直在讲的这件事 就是说呢 活佛呀 怎么能都出在一家呢 这皇上的话呀 说的很重 他说呀 于以为大不然 就是他觉得这事啊 混了蛋了 他说呀 这和尔没儿子 你看呢 他有徒弟跟儿子也差不多 如果是失传徒呢 还则罢了 不过呀 你们采取的是 活佛转世制度 按说呀 这是神义是天义 可是现在呀 竟然摔出异族 这皇上举例子呀 皇上说你看呢 就是六是达赖这个家族 七是达赖转世的这个 呼别列寒 就是转世灵童啊 是他们家亲戚 不但如此 红帽子嘎举 下马巴 皇上摇根当中啊 倒是说的不是下马巴 他说的是啊 沙马尔巴 都是一个意思 说的就是啊 这个六是班臣的那位哥哥 还有这个扎实伦布斯的 众巴胡托克图 也是个哥哥 这还不算完 他们家还有一个老妹妹 是香巴嘎举派桑顶寺的 多吉帕姆女活佛 那试问呢 这家子出了这么多活佛 那也是天义吗 弄得最后 这红帽子嘎举 认为弟兄财产 接着有份 他引来了库尔喀兵 抢劫了扎实伦布斯 那广是格鲁派出现这种情况吗 嘎举派的一系列法王啊 大糊涂祸涂 几乎都出自贵族家庭 那这要是怎么回事 不光是藏区 咱们再说说呀 这个蒙古地区 执掌外猛的哲不尊丹巴活佛 这一门当中啊 叔叔 侄子 兄弟 一家的出了好几个活佛 最大的笑话就是吐歇吐喊 指着自己老婆肚子说 这里边就是下一世的活佛 生出来一看呢 是个女儿 结果呀 到今天这猛赃地区提起此事 都是一个笑话 列举出这些例子之后 这皇上说了一句更重的话 皇上说呀 盖 福门无声 岂有转世 暗说着一朝天子 吐吐喽是坑的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往下就应该是 这么一句话了 自此废除糊涂客途 转世一世 另寻他法 哎 不过说皇上不这么说 人家是照顾全面的 因为兴皇教以安重蒙古吗 这是国本 可是皇上说呀 若物转世之糊涂客途 则数万分僧 无所归异 不得不如此耳 你看没有 这皇上这儿啊 又一不得不 这两个不得不啊 就是让这些喇嘛 明白明白 之所以保护 兴皇教 那是因为要安抚 这些蒙古的心 第二个 不得不如此而说的就是 还得继续呀 延续活服转世 但是咱们呀 得想个办法 这皇上说呀 哎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我这儿啊 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咱们呀 选出了候选灵通之后啊 然后召集四大四 就是这个色拉折棒干丹 再加上日喀则的扎持伦布 咱们就在大昭寺 释迦摩尼佛像的底下 举行个仪式法会 抽签决定 哎 你看呢 连这宝盒子呀 我都给你们做好了 那人说什么叫宝盒子呀 您到了赌场了吗 不是 我这是开玩笑 人家皇上做那个呀 叫金奔八瓶 这金奔八瓶啊 是我亲自设计的 让内务服赶制了出来 哎 那是皇上亲自设计的吗 是 因为这之前呢 他没有奔八瓶这么个东西 那原来有什么呀 有奔八瓶 是这个佛教徒 灌顶洗礼的一种法器 这皇上啊 把瓣和嘴给去去了 哎 这就很像啊 一个摇挂签子的宝盒子了 不论呢 有几个灵童 把这个灵童的名字呀 写在这县衙签子上 投到湖里 然后 在驻葬大臣 以及众家忽度客徒 见证的情况下 咱们抽签 抽出来这位 就是真正的转世灵童 皇上说了 虽不能进去其弊 较之从前 以人之受益者 或略功云 这皇上说了 我出这主意啊 不一定能做到最公平 但是啊 能做到相对公平 总比那灵媒神汉呢 一上神 就指某个灵童 为转世活佛 要公平些 那你也能听得出来 皇上自个儿也知道 能做到绝对公平啊 还得看操作这件事的那群人 那这个仪式呢 可谓是人神贡献 因为在大昭寺的释迦摩尼佛 向底下嘛 而且呀 有朝廷监督 皇上说了 必须有铸葬大臣在 而且呀 把各大寺的所有的糊涂喝涂 还有啊 这个备选灵童的家人 全召集到一起 共同观礼 多人监督 想作弊呀 看来是有点难 这抽签用的金奔八瓶啊 有两个 一个呀 放在雍和宫 用来抽这个甘肃青海 内蒙四川 西藏交界 和内地武台山的这些活佛 一个呢 放在拉萨 是专抽 达赖班禅 最后啊 这乾隆皇帝 对自己这个想法 这个做法 也挺满意 他说呀 和内外蒙古之愿 安葬集团 定国家清平之机 于永久 华尔老爷子说的没错 这办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并且将一直延续下去 这就是喇叭说的大概内容 咱们并没有一字一句的讲 我觉得那样太无聊了 您只要记住两点 这喇叭说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啊 就是为什么大清朝要兴皇教 第二呢 就是皇儿老爷子 给这个皇教的活佛转世系统 制定了这个精平撤迁的制度 得嘞 这是咱们活佛转世的最后一集 天不早了 您早些着 我还得赶紧去赶稿 赶什么稿啊 咱们接着 得把准干尔韩国那点仗打完了啊 您要是还想听佛教故事呢 您就给我留言 咱们讲不了长篇呢 您想听哪段 咱们就聊那段 对了 您别忘了 这书馆就是您家的 听什么全由您 昆仑流石啊 就是这么的随和 得嘞 明儿见 中文字幕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